RTV的節目正式開始 今天延遲了10分鐘 那就由你們主持了 首先歡迎阿牛上來這個台 現在就是RTV的直播時段 首先代大會宣佈一下 現在暫時幾位絕食的人士 分別仍然是有樓南光阿牛 絕食在台上 Fanning和Rachel 樓南光已經絕食了115小時 身為飲食節目可以捱到這麼久 真的很厲害 我們也要給他們掌聲 然後阿牛已經85個小時了 看不看得出? 好像沒什麼分別 已經有85了 85了 Fanning是65 而Rachel是42 呼籲大家 如果大家想捐款 支持大班這個訴訟的話 可以捐款到戶口 280-441-94001 或者至於支票的話 就可以寫這個 周啟邦律師事務所 撐大班 撐何國輝 地址是 那我想得最久 亦都是可以說最擔心的事情 就發生了 現在鏡頭拍不到 就是我們台下 如果不計劉南光的Fans 我們台下其實現在只有4位的聽眾 我曾經想過很久 怎樣對空氣說話 因為我預期了一定會有一個時刻 因為主流傳媒又沒有去提及這件事 我上網已經是連續第四天 接曆第四天 四天以來 都不是很見關於這裏的消息 和相片 但根據吳克劍的理論 其實吳克劍的大多數都是支持我 如果這裏四個再減七百萬人 即是我們有六百多萬人支持的 其實有四五個大家都應該開心 就算一個你都要廣播 我們沒有來把運動停了 我是有想過零個都廣播 因為我們直播頻道的時候 即是說我們網上仍然有人看 或者大家逛街看電影 吃飯坐車也可以看一看 因為這個運動始終未到一個適當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停 尤其是說政府如果未加入DBC伏播 或者是立法會 他的資訊科技師委員會 還未對這件事立案調查 或是零上誓 我們一定是不可以停 是一定不可以停 雖然我們面對夏曉昇那首歌 是獨望將空凳心難過 但是我們都會迎難而上的 即如我昨天所講 到今天仍然很失望地就是 我過往經常很推薦的now 友善 可能因為涉及商業利益 始終今次在這件事上面 仍然是對這裏 可以說是隻字不提 因為DBC始終是一個商業廣播 少隻香爐少過鬼 在那個所謂廣告收益 少一個競爭對手 多好 即今次的公共廣播 你可以說我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有些事我不介意在暢所欲言 例如說譬如昨天台校聽眾問我 今天星期三 可不可以請旭文 大舊 下來說幾句 接著我就很自然反應 就是他們要開立法會 因為現在仍然是五六點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空來 這樣 下面很熱烈支持的聽眾就繼續說 開完立法會再請他們來 不如這樣 結果說一說 我都不好意思說了一句 就是請的話 都要這些人物肯來才行 對不對 你應該這樣說 軍師我是不得閒 他想來的 不過他是很不得閒而已 都是的 因為前幾天 剛剛我們開始做這個接力爾報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個 算不算是衝動 我曾經發了一個電郵給梁紀昌校長 即是仙儀行學校的校長 我跟他說 梁校長 我們現在開始了這個公共廣播 即是解釋了一個因由 再跟他說 就是我看到你都歷排眾議 好像眾人街聚你獨醒 堅持要聽行國民教學科 但是很多人仍然很費解 不如這樣 趁這個公共廣播的機會 不如我就請你上來 好嗎 這樣 那他呢 之後都有回覆我 他亦都說自己事務繁忙 所以都沒有辦法 很多事不是我們沒有請 而是那些人物都要來才行 始終都是 是請不到 是請不到 是嗎 證明我們幾個其實都很空沒什麼做 在這裡可以 可以和大家吹水 對不對 大家都很忙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時間關心這件事 這樣 這樣 對著咪 對著咪 那你管 要介紹一下 不要丟臉才行 不呀 咪收不到聲 要對著咪 即是口版 好像我這樣 親著咪說 對啦 要親著咪才行 因為咪不會理你 那咪沒有套 那咪沒有套 阿Dixon說咪沒有套 那我本身就是 我們是香港人 好像沒有聲 好像沒有聲 那咪 中間之咪沒有聲 還沒著 中間是被滅聲 趁搞這個中間之咪的技術問題的時候 可以說一說就是 今天啦 其實我今天的身份 仍然是 仍然是以網台主持 坐上來 那我很希望就是說 我們這個公共廣播的運動 是可以有網絡電台去幫忙 就是接力 其實我們民間電台也好 RTV也好 其實我們那個人手 說其實可能會出現緊張的情況 或者是我們是需要更多的號召力 那我知道譬如網絡電台發展了這麼多年 在香港來說 其實一定有不少的主持 他自己本身一定有粉絲 好像譬如劉南光的粉絲 也都在劉南光住食的現場門口撐牆那樣 我希望就是說 今天 或者昨天我上到來 是以身作則 就是希望各個網絡電台 就是不要經常說 只有講字 就是說 我們搞網台 都是想拿言論自由 問題就是說 現實中的言論自由更加重要 如果因為一句 中聯辦好反感的說話 可以令DBC倒閉 可以令梁思浩、盧密雪失業的話 其實我們網上都不玩得多久 老實說一句 劉南光都很嚴重的 因為那些粉絲 聽他們說這麼多 做好菜 吃好東西 可能在這裏大家研究一些新的食品出來 又在他面前做來吃 他都幾頭癢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慘 一個飲食節目的主持 第一個新鮮事出來 要絕食 都很大的考驗 你看到我的身形 你都看到 我絕食真的沒什麼所謂 對不對 但是 林南光絕食 真的是 聽聞他Feed了 我在Facebook聽聞他是 但是 現在 我看他的行動緩慢 所以我 朝夕相對 我看到他太太 做了 參扶員 要參扶他 走幾步都要參扶 一開始 是下跌的 所以我希望 不論大家是 網台也好 怎樣都好 希望跟你身邊的人說 好像我們以前 反國教的時候 這樣 茶餘飯後 大家來坐一坐 真的 需要大家的支持 難聽些說 其實我們現在 台前面的小貓三四隻 我們現在是最容易被人欺負的時間 我記得星期二的時候 曾經有 警務人員說 這裡是一個非法的集會 並且想採取行動 是啊 那次是過了五十人 其實是不要緊的 我們這幾晚 我看著 星期一 二三十個 然後一路多一路多 我相信 會越來越多 我想遲些會迫爆的 我們要有信心才行 回望反國教的時候 為什麼 譬如說 這麼多天的行動 會沒有人去阻止 沒有人去挑戰 或者是警方 可能他們只是以黑席的態度 甚至是真的做回人民服務 為我們開路等等 是否我們當時人數夠多 我們反國教的時候 每晚 因為我每晚都 真的吃完飯還沒來坐 對不對 那時候還沒說撤回 還沒說什麼 那你不坐都要坐 我們每晚都要坐到 天美道四條行車線 由這個門上寫下的公民廣場 起的是一萬人 起一萬人 整個香港警察的人力 資源 講的是人手 計上民職都可能只是三萬多 我們每晚一萬人 五萬人十萬人的時候 除非玩解放那天屠殺 如果不是當權者一定奈我們不賀 但是我們每晚如果 小貓三四隻 五六十的話 其實只要一舉非法集會 就可以把我們全部 踏回到警局 這是一般的事實 曾偉雄做得到的 這是打手來的 做得到 那時候 今年 我忘記了今年還是去年七一 那時候 還沒有一次 踏回到香港警察館的百多人 然後北角就連環失竊 那些警力集中在香港 對付這些所謂的示威人士 所謂的知識分子 而今天的組合 講了很久都未開始介紹大家 其實今天的組合正正可以體現到 就是當我們搞這個公共廣播運動 除了我昨天說過 這個是一個歷史創舉 就是我們這次是第一次 就是香港人夾手夾腳 有不同的陣型 不只是阿牛民間電台 孤身作戰去做公共廣播 譬如今天本身我是來自 一個網台叫香港citizen.net 那我們的網台主張的可能是 就是港人自立訴求 跟阿牛那些好愛國可能不同 但是我們都拋開所謂的陣型 意見都一起坐上來這個台 那為什麼剛才下面 剛才一位很熱烈之前的聽眾 說的一些人物 譬如黃毓民大舊 那為什麼那些人不行呢 甚至我都說 譬如老蕭 他都很空閒的 經常開台 為什麼老師不可以坐上來講幾句 因為以他的號召力 這裡坐回一萬人都可以 同本應該都可以上來講幾句 現在是網台 甚至乎 甚至乎 我都說 不如這裡不要那麼悶 不要經常講政治 時事的社會 你找潘紹聰上來講鬼故 如果問題是公共廣播運動 對不對 勉強是沒有幸福的 自己做自己事 人家喜歡加入 最喜歡加入 你都不需要祈求人家憐憫 就是爭取大氣墊波 是大家的事 大家做得多少 不需要祈求他人憐憐 我們理直氣壯 抗爭到底 那講了這麼久 今天開始介紹我們的嘉賓 在我身旁就是Dixon Dixon 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我們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的Admin 這個Fan Page成立了多久 我記得好像沒有久 應該是 7月31日成立 到現在有22,000多人 22,000多人Like 最新的是22,084個人Like 第一次認識這個Fan Page的時候 除了Facebook 就是大家Share 口耳相傳之外 我記得很快 你們就被傳媒報道出來 傳媒就是Code了你的名字 我們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這個Fan Page出來 因為我們是10月1日的時候 我們是拿著一支正統的香港旗 圍著中聯辦來搖旗 因為陳佐爾說 見到這一支旗 他會心痛 很心痛 你這支旗應該澄清 應該叫做殖民地旗 對不對 是殖民地的旗 香港在1972年3月8日 是被中共剔除殖民地名單 所以這支旗不是殖民地旗 這支真的代表香港的香港旗 你繼續 正如剛才Yuji所說的 我們是不需要為了中聯辦 或者中共某一些過氣的官員說的話 而去禁止了我們想做的事情 譬如好像DBC那樣 中聯辦不喜歡李慧玲 就說要打到他慘了 中聯辦很反感 中聯辦很反感 就簡直不是說不喜歡 正常中聯辦很喜歡李慧琼 李慧玲 李慧玲 李慧玲很惹火那個 李國章說他很惹火那個 是的 其實我們加著一支正統的香港旗 出來搖 其實我們的心態就是 我們真的免壞當年 1997年之前的香港 大家真的看得到 15年來 你中國入侵了香港這麼多年 15年了 你整個特區政府 你有什麼叫做得證 你說得出的 不過Dixon有個問題想問你 現在除了所謂香港旗之外 有一個組織 有很多人參與 叫做香港自治運動 他舉了一個旗 又是藍色底的 中間又是有那個 那個叫盾輝 那個文章 香港的文章 現在很多傳媒 又經常說 一時是農絲旗 又是殖民地的旗 又用回 左部的詞 港英 港英旗 又是香港旗 究竟哪支才是香港旗呢 我想問一下 那你國際承認是哪支 就是這麼簡單 香港已經承認過 我們拿著那支正統香港旗 就是香港旗 那你農絲旗 真的在國際是沒有出現過的 這是真的 其實香港人呢 老實這麼說 我們搞這個運動 其實啟蒙老師 真的是陳雲老師 不是開玩笑的 陳雲老師真的是 我看他的那本《成邦論》 是真的有了道的 但是 問題是說 我們始終堅持持 拿著我們那支正統香港旗 其實大部份的香港人 都是求救旗的 那這樣 這個沒有辦法的 大哥 對 就是 未燒到肉 就不知痛的 因為很多很簡單 二十多年前 我們反對殺 我們老公 那些白領就說 你傻的 關什麼事呢 現在專長輸入 對不對 就是 差不多 但是現在 這二十多年 我們生活 每放愈下 所以呢 其實那些人 是受到迫迫的 其實你想想 為什麼你的生活 是每放愈下 曾經有個調查報告 就看到 太古城 我們不用說得遠 就說這裡走去沒有多遠 就是太古城 太古城 這個走去沒有多遠 這裡是金鐘 開車走去沒有多遠 你也過幾分鐘就到了 過幾分鐘就走到 好 走去開車去 肯定三個字來到 三個字來到 三個字就慢一點了 安全駕駛 你想想 十年前 太古城的樓價 還是現在的樓價是升了多少 你現在的人工 10年前比 是升了多少 那你就知道 為什麼你的生活 是每放愈下 你這樣講 你沒講夠 回歸的時候 自從老董開車之後 然後就可以令樓價急劇下跌 就好像過山車那樣 去到03年樓價跌到無可再跌 突然又升 就是他們操控樓市 就有堅守 在這裡我想給我一個數字 就是梁振英說 上任的時候打擊炒風 但是就是在上任這 一百幾十天裡面 其實樓價是上升了 超過7% 沒有一百幾十天 我澄清 是一百天零鬆一點點 就是他的八日制 已經是搞到香港 頭都大了 但是他創了一個建立市的紀錄 就是他上莊 就已經有四十萬人 在三四個小時後 就要下台 接著連三 就這個政府中部被他逼爆了 這個是打破過往的紀錄來的 還有就是我們見到就是 7.1 尤其是8月9月 都開始反國價的時候 其實是有世界上 九十幾個國家的媒體 包括去到北極圈的報紙 挪威的報紙 都去講香港人 是全部都站出來 希望一個身上又不夠一百日 即當時還沒夠一百日的特首下台 這個是一個創舉 老董也沒有他那麼壞 老董那時候 九七前已經喊明天會更好 大家都不信的 都沒有他那麼壞 這個簡直是神奇 但我不明白為何他還可以捱到現在 真是很老實 你見到後面有支五星旗嗎 你看到嗎 後面有支五星旗 所以就可以捱到現在 整支兒媽筋那樣 除了後面五星旗 我們直向背部 就是西華作主的 你看到現在保皇黨的嘴唸 江青又獲來立法會裏 新的江青 知不知道誰 誰啊 蔣麗韻 當然啦 不是呀 蔣麗韻我覺得他真的很可愛 你不要怪他 他只是為人家打開著想 你不要怪他 我覺得民建聯 你放一隻老虎狗或者八哥上去 他都真的會贏得到 你真的不到你不服他的鐵票 其實他都很慘 自從柳光說曾鈺誠 都離開了那個 即是真是議事那個行列之下 我看到現在民建聯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搏表現 因為這個所謂 賭王黨重炮 那位沒有人坐 每個人都搏表現 他都很辛苦 即是為份工 你看到馮偉光是為份工的 是不是 上個星期三站在這邊 馮偉光 馮公子以前不是這樣的 真是老老實說 找工是很難的 但是你又要看回 你真是 民主黨失敗的原因 你真是 你逼到這些 後一輩的全部要離場 你到今時今日 民主黨還是那幾個面孔 沒錯 這個是真的 好像劉慧卿那些 九一年 第二梯隊是金乃威 現在就是退休了 五十幾歲 金乃威 金乃威是自己跳出來才可以選 如果不是自己都沒得選 老老老實實 沒有智慧 踩單車 沒有戴頭盔上班 在外面 有戴頭盔 今天看到 今天看到 有戴頭盔 他拍照的時候 不戴頭盔 人家拍不到他 戴頭盔 哦 即是他不想威 對 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他不想威 所以不戴頭盔 那節目時間現在來到5點36分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繼續 我們現在這個RTV的直播環節 稍後見 那feedback呢 哦 想啦 交回場給你 哈哈哈哈 牛很辛苦 你武器啊牛說話你看看 但是肚腩都還這麼大 你吹得我借 哈哈哈哈 你找一些鑑定方法 你打算看牛做 其實我們一樣的 都是有睡眠質色症的 哈哈哈哈 那我替你床邊旁邊都可慘了 我們要戴機份的 我們要戴機份的 不然秘書下去 不是啊 秘書下去 不行 你也不行 喂 真的要戴機份的認真 是啊 那麼慘 當然不行了 哈哈 上來做什麼 打巴你洗 坐回綠色睡覺 一下子 下面發言 是啊 都可以 下面發言 幫我拿一張照片 拿一米去下面都可以 不是你的朋友嗎 不是我 不認識 你是你的朋友嗎 我不認識 我認識 我認識 你是你的朋友嗎 我認識 因為我認識 新朋友 我會追 可能就是 幫助神的雜誌 發展 你覺得 成功 因為我沒有怎麼看完 但新聞有Cover 我又去 我又去 你選擇 Anyway 我會開三個主場 剛才我真的說不到 但是你沒理由 在一個老人家面前 說什麼直問你啊 哈哈 哈哈 然後你說 搞不一次 你這麼多 然後搞不一次 你這麼多 以後可以怎樣 搞幾次 又是這麼多 或者 媒體報完一次 之後 就覺得 第二次 又一樣 但是 第二次好像 沒有怎麼報 對 所以 柴柴柴柴 兩者 或者 知不知道 幫忙 收定士 呃 出席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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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 11月11日 我會幫忙 廣東道 待會說 因為想 我也有問 你知道 我當事實際上 實際上 哈哈 講英台 好 回到這個 RTV 和 Hong Kong Citizen 聯播 接力公民廣場 廣播的時段 我剛才 就 下台 又搞些 技術事 你知道了 政府總部 這個位 比較三殺 技術事 比較困難 所以 沒有什麼好事 都是 都是 你算是 幸運那個 是 所以 搞完之後 我們可以繼續這段 時段的節目 這個時段 五至六 除了有 Dixon 以及Yuji 還有我 RTV的Michael 一會兒 六點鐘 將會有 這個 農美 關注農美的保育人士 Derek Lee 會上來 講一講 農美的去留 大家都知道 剛剛 這個農美 就 曾德成已經宣佈了 計劃將會繼續 做了一個所謂的 這個 叮國 的保育計劃 待會可以講一講 再在這裡 呼籲一次 在網上 在HKC 以及在 RTV 民間電台 聽著 或者看著直播的 希望你今晚 都繼續來到 這個公民廣場 Q仔 就說明晚一定要集會 明早也要集會 是啊 要迫爆這個公民廣場 迫到這個通訊事務panel 一定要搞這個公開公聽會才行 其實我們覺得我們香港人 真的很淒涼 天天要上班 接著 國民教育的事情 又連著出來幾晚 其實是很大問題的 你想想你現在每個月 可能講每個星期 隔幾天都要來門上 小前面坐人 是很大問題 這個政府這樣 就是關閉文返 簡單來說 好了 其中一個關閉文返的 你們的活動就是 光復上水站 光復上水站 就知道大家是由 網民發理的行動 其實搞了兩次 所以我聲明先 這件事不關我們事的 光復上水站 我們那個專業就是 都派了人出來 做攝影 或者攝錄 那扔出來的那些 那些相片 或者是短片 都真的 那幫水貨客 是真的很粗暴的 你們如果要看 就可以上回去 我們 我們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那個專業 我先檢戒一下情況 其實本身上水 那個水貨活動 其實是源於中國政府 因為它在幾年前 給深圳戶籍居民 你知道大陸有戶籍制的 真是屬於深圳的居民 它登記之後 可以無限次進出香港 所謂的深圳居民自由行 就是因為這樣可以自由行的時候 於是就令到這個水貨活動失控 可以說是 水貨活動並不是不存在 只是說以前的時間 但是現在是失控 因為這幫人 只需要在深圳市 找個公安局 登記了 拿了一個所謂的旅遊簽約之後 它就可以無限次來香港 走幾十轉 找來的火車運貨 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看新聞 之前也說過 梁振英政府 就在這個 不通知傳媒之下 就和這個北區的 民建聯區議員劉國昏 指指點點完之後 之前很雷厲的 警方加上入境處海關 就好像去了進科中心 掃牆 掃了幾艘 拘捕了百多二百個水貨 掃牆這件事 又是光復上水站的群眾壓力 可以說是 其實如果警方懂得去進科中心掃牆 知道火炭有水貨 這件事我都不知道 我昨天都說我住沙田 我經常都有新界東活動 是嗎 就是說這件事 根本警方一早知道 只不過沒有人坐就不去抓 直接忠用那些大陸的遊客 在那裏做一個水貨走私的活動 不止沙田 現在去到炮台山北角都已經有 是的 原來廣告都有走水貨 可能人少少不多角 我有人拍了相片出來 我儲了那些相片 我看看什麼時候 不只是光復上水 是要光復全香港 但問題在於 光復上水站的活動 始終都是由網民發起的 大家可能 如果不是上網都不知道 其實光復上水站有第二波行動 第二波行動 原本就是 也不是原本的 其實已經在重陽節那一天舉行 之所以有一個轉移點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港鐵引入了一個 所謂行李限重的政策 不是一向都有的嗎 限重是沒有的 很大小 大小有 沒有限重 大小來講 只要它不過170 即是立方厘米的話 CM Keep的話 其實它可以幾重都可以的 譬如一力多 它可以將它小過170 但是可以重到幾十公斤都沒有問題 於是很多人就說 限重了 應該它帶有什麼益力多奶粉 港鐵就是為了回應這個聲音 限重所有帶入冬鐵線 或者港鐵的行李 現在就是不可以過32公斤 不是電子磅放在上水 大家都以為過了段落 應該就可以對付水貨客 因為大家看到 一來香港這一邊 就拉人風艇 將中國遊客 另外一邊 就好像中國政府那邊都有拉人 如果限了重的話 又限了大小 那它一定要只可以每次帶少些 會不會帶不帶呢 這樣 原來是不會的 好像網上傳回來的圖像都看到 在光復上水站第二波的行動裡面 水貨客是繼續在 因為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有個漏洞 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我們以前舊的車站 例如九龍塘 粉嶺 它本身這個月台 是有出口連接街道的 它只需要整版貨 一車上一個車道 你完全抓不到它 無所遁形的 也都不是各個車站 會有特檢隊 所以它會扶勵了一個人手 去幫它磅重 量高 量長度 於是水貨客 就首先在 例如紅磡 旺角 或者九龍塘 這些地方 把水貨全上車 先 然後呢 再在車上分貨 就好像這個 一個法國的高鐵運訊 或者英國的 王家遊證 把所有包裹 拿上火車先 火車一邊走 我又一邊拆貨 去羅湖 剛剛好 可以分貨 但是火車分貨 大家知道有個問題 火車大有限 對不對 分貨的時候 我也試過被火水貨客撞傷 不是開玩笑 通常這樣的撞傷的情況 是怎樣的 它可能是不是霸著 可能是車頭 或者車尾 不會的 不會理你的 整版貨車上車道 就是車門拉上中間 它在那裡分貨 即是旁若無忍 你旁邊走過 不理你的 撞到它 更加大力撞到你出去 那輛火車 變成它的私家車 是 直接是火車變成貨車 根本是 是啊 他們根本上 他們不會理你 香港人 那個 即是繁忙時間都好 它都照樣是這樣的 甚至乎現在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限重的時候 那些水貨客撞到上水站 就滋擾其他乘客 例如 你看到Dixon 對了 什麼都沒有 怕Dixon 可不可以幫我帶幾件 這樣 入一閘就是神仙的 入一閘 雖然 如果根據婦例 是有權可以把他踢出閘 甚至罰款 但是絕對是沒有人執行這個措施 其實是 因為為什麼會沒有人執行呢 其實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是九鐵的職員 九鐵的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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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身不是一個執法人員 它會收工的 曾經試過有港鐵的職員 收工 是被這班人 水貨客 是打的 這個是真的 所以其實 我不明白為什麼 進去執法那個不是警方 這個是港鐵的職員 告訴我 是沒有錯 是沒有錯 他們是一些職員 走去攔住水貨 你猜他們沒有攔過嗎 他們攔過的 但是一收工被人打 打到豬頭 那你傳媒又沒有報過這些事情 不是 我很奇怪就是 講起傳媒很奇怪就是 由第二波的光復上水站 又或者是進科中心大規模掃貨 掃這個水貨客之後 傳媒是沒有蹤影 是沒有跟進的 之後是在社區那裏 回來才見到 這些情況又死灰復燃 無論好像是 大家在網上講幾多次 又或者是 真是在現實社會 由網上到網下 真的做過行動的時候 傳媒都沒有怎麼理 其實就算他們理 他們都沒有用的 因為其實政府不立例去監管 傳媒不是沒有理 在光復上一站那裏 傳媒 我看幾個電視台都是 拍著就說 有示威人士拿起這個 港英旗示威 於是 然後就cut了 那個short cut了 於是你心裡就覺得 這幫人 有沒有搞錯啊 拿一支英國旗出來 我在現場聽到很多 街坊也好 維園也好 都說這幫人垃圾 拿英國旗 這幫人一直民地走狗 我真的聽過這樣的聲音 不是說笑的 這件事是 所以不是說他們是無知 怎樣說 有個英國icon 就叫英國旗 首先我要澄清這件事 這不是英國旗 是香港旗 為什麼是香港旗 因為旗上面 有一個文章 那個文章 左手邊的 是一個詩 詩是代表英國帶來的法治 制度 自由的系統 加上那個龍 是代表香港的傳統智慧 最後成績中 有一天東方之珠 是一個文章頂 王冠的東方之珠 原來香港以前 是一個東方之珠 我們看看 還未下旗 我們看看上面 那個特區的區旗 上面五顆星 上面五顆星 就沒有分大了 蔣麗雲就不會中伏的了 上面五顆星 但是上面五顆星 分別呢 跟國旗 中國的現在的國旗一樣 是代表共產黨 什麼民族資產階級 這個是不是香港來的 我想問 怎樣叫特區區旗 特區有這些東西的嗎 我就算是七一遊行 那時候 我都指著那個警察 都在這裡說 我以前有個皇冠 那時候 你警察威了多少 現在 掛著那個抽油器 還有那個皇冠 是表揚香港的警察 在六七暴動的時候 抵抗一些破壞社會秩序的 共產黨的左派工會學生 例如可能曾德成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放炸彈 不過可能有 不出奇 楊光 楊光一定有 楊光一定有 楊光燈 那時候 你別人不知道 以為是叮噹的 那個竹青亭來的 在這裡轉轉轉轉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在這裡 我們說得遠了 不過我想跟進回這個 上水站 都知道其實其他網民 無論其他地區 總之受到這些水貨客滋擾的時間 都有些行動出來 譬如說 之前有光復新城市 還有其他零零星星碎碎的活動 更大了光復新城市的運動 對 見到網上大家很吹雞 就說 糟了 這個商務印書局 連這個商務印都要搬去第三期 新城市第三期 小小間 整個新城市廣場 又沒有了一個羅馬噴泉 又沒有了其中一個噴水池 變成一個純商場 你不要這麼說 你只是說大集團都頂不住 你只是說麥當勞而已 佐敦山林道 佐敦山林道 那間麥當勞 沒有了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 講起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 香港人欠缺了一個 所謂醒覺的一個機會 或者一個渠道 去知道這件事 我在光復上水站2的時候 說的是 禮拜二重養節的時候 我聽到現場 是有一個聲音 就是說 這班人啊 這樣搞啊 你看是爛仔來的 一些藥房啊 全部收拾了 這些香港人 黑迷就是香港人 他是香港人 看得出他不是大陸移民 就是香港人都不知道 中國遊客來香港 哇 消費 豪客 其實只不過是佔GDP 2.3幾% 2.3幾 喂 旅遊業四大支柱 為什麼中國遊客 有份的支柱 是2.3幾%呢 從來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從來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的 新聞等等 只是灌輸 就是說 內地客來消費的時候 就可以帶來收益增長 然後消費額 有多少人次 黃金周又如何好 沒有人說過我們每個月 要犧牲這個2.4%的GDP 就是每個月 我們每人夾錢 夾2百幾三百塊出來 就可以拿回我們以前 所有民生的店 到時候 將中金壓低 通脹降低 快餐點買個餐便便宜 從來沒有人說這件事的 我先更正你 那個是純粹計自由行 沒有計 任何外國地方的入境團 或者就算是大陸 或者台灣入境團 總之旅行團 就不計 自由行就計 現在香港有個現象 就是靠中國遊客消費 外國遊客去哪裏呢 你記住一件事就是香港 在以前的時候 沒有中國遊客一批一批來 香港已經是所謂旅遊之都 美食天堂 東方之珠 對不對 這一陣子看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其實東南亞的旅客 來香港是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 大陸經濟又沒有那麼好 之後你會發覺 連泰國又或者菲律賓 的旅客都是包團 這樣來的 所以其實這個旅遊產業 或者不要說產業 那麼大陸用語 旅遊業其實是 在過去沒有自由行之前 又或者是會比較百花齊放的 我們會做很多歐美或者外國的遊客 這個產業的架構 又或者是怎樣規劃 其實是沒有規劃過之下 又或者故意規劃向了中國大陸傾斜的時候 是令到 這個男子理論 就是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那你當然是分散不了風險 其實我最想就是 呂法國交代 她在做香港的宣傳 就是向外地宣傳我們香港的廣告 那個比例 你在歐美 你用了多少錢去宣傳我們香港 在大陸你用了多少錢去宣傳我們香港 就是這麼簡單 我去到美國 就是我一年 這幾年都有去到美國 台灣 都挺頻密的時間 我發覺最肯扔錢的就是 大陸的省政府 在一些旅遊景點去做廣告 就是去一些外國 美國 日本 台灣 去做廣告 不是啦 是宣傳山山水水 文化 那些東西 就是那些東西 你是很少見到 就是香港的這個旅遊廣告 在那些這樣的地方出現的 是啦 那她究竟是花了多少錢 在大陸的那個推廣那裡 我就 這個東西就要知道 如果不是 大佬我們以前 香港1997年之前 那些歐美遊客去了哪裡 客人都走了 你看到貝奧那樣 你敢敢來香港露營 我第一個走 告訴你 不止貝奧 還有屯門 蝴蝶灣 有很多的 長洲的度假屋 都被大陸屯攻陷 是吧 還有五分鐘 這個節就完了 那 走之前 都 剛才之前都說過 就是 整天我們向了 可能是大陸的 就是 我們看次 就是很多東西 是很需要 大陸的經濟交換 而換取可能物資 那 剛剛呢 昨天呢 陳佐義先生 這個 退了休的 就是中國的其中一個 就是火氣 我不說火氣 就是 有了 就說 就說 你們香港人 就 這個 不要忘記 你每天在喝的水 在哪裡 香港 要錢買的 是的 是的 要錢買的 垃圾水 又撕水 又屎水 你不要怪我講得很噁 真的 這個是事實來的 有排污的水 你一滴水 都不要流來香港 我保證你屬於水 最慘的東光水 現在買的成本 是比新加坡的海水化膽 是高幾倍 不是幾倍那麼簡單 是其實 那個買價 跟新加坡自己做的海水化膽 如果加上其他的行政成本 和其他的製造成本 是高300到400倍 幾百倍 300到400倍 這麼誇張 是的 是沒錯 因為那個 東光水的取用協議 其實它是 每幾年就要加一次的 現在是幾億人民幣 才能買到水 現在我們就要求 香港政府停止 但是水賣來 倒進海 你記住 因為我們每年 都差不多有接近三 大約三成的 香港的水庫總主權 是因為過盛的關係 是需要直接排到大海 是呀 沒錯 下面不用 哈 這個是真的 是倒水下海 現在就是因為 賣水給香港的越海集團 有些財政困難 即是隔離 你買 明明的關係 還要你說黃恩浩檔 現在香港沒有工業 一來就是 不需要用水量那麼多 二來就是 其實我們岸平市集 在2005年的時候 已經將洗手 沖廁所的水 是再生水來的 那些是 即是你去完廁所的水 經過三次處理之後 就變回你用來沖廁所洗水 我不是說笑的 即是說 我們三成倒下海的東江水 其實是可以用再生水去代替 我不需要你喝落口 大家可能不接受 這個是 當然啦 林鄭也說過 就是說會研究在將軍路 建這個海水化膽廠 就用這番新加坡 商似的 新加坡的逆滲流技術 就不像之前 屯門落安牌那隻 這樣蒸流 這麼貴又浪費 其實在日本十年前的時候 已經是可以 日常使用的了 現在甚至 譬如我工作的地方 辦公室裡面針的水 是逆滲透機來的 你想想 還有一樣東西 要回應陳佐義的 你千萬不要說到 什麼我們香港人 還是中國人 是血濃於水 全世界的人 只有五種血型 我不知道 你是否在說 全世界的人都是血濃於水 A型 B型 AB型 O型 即是你那種型 就叫K型 全世界只有五種血型 我昨天看 最後趁一段分享講完 昨天TVB的新聞檔案 找回79年 劉慧卿做記者的時候的報導 就講中國的移民問題 即非法移民 當時有位阿伯就說 香港 中國地方來的 讓他下來 沒有所謂 我想強調一點 就是說 如果說血濃於水的話 其實這件事 戰後已經是切斷了 就算79年的時候 如果我在那個時空 我都可以說 中國當時為香港做些什麼 香港不停貢獻中國 帶物資帶上去 復英東走私藥物上去 給共產黨 對不對 如果中國沒有了香港 你哪有13億人 你說我話 你不知道餓死多少人 我想 都要公平一點說 香港是一個比較多種族 一個多元的社會 除了所謂華人 或者漢人的血統 香港亦都有不同族裔的群眾 在當中集處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才可以被稱為大都會 即是多元共融 所以如果是說 所謂的血濃於水的話 其實都有點兒那 你見到國民教的其事 對於少數族裔 你見到國民教的其事 當你們全部是大陸人 要對著這個五星期 流眼淚一滴眼淚十分 兩滴二十 是不是 完全沒有 香港其實是 想華洋集處 還有多種族共融的社會 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沒有看過 我們一個帖 原來寧波還是哪裡 有一間學校已經要家長和學生 要哭 是啊 有一個所謂的 寧波不知哪間小學 有一間德育堂 就叫家長一起去練 兩個家長和子女一起練習 流眼淚 我想起金正恩接見小學生 小學生蜂湧而上 哭湧 我想你史丹尼夫斯基 演技要由外去到內 再由內去到外 真是 所以 都希望大家 繼續都關注 香港 這個民生的議題之餘 亦都想像一下 開台一個空間去想像一下 其實香港 有些什麼是可以自己搞定的呢 爭取多些是可以香港自己搞定 在民生 或者不同的地區政策方面 香港人拿回自己的主導 香港自己搞定的 這麼多 一百七十 其實我們真是想香港人 真是沉默的大多數 你回心一想 中港融合 你還有什麼地方站 香港當年為什麼能夠成為東方之珠 就因為我們香港和中國不同 如果香港和中國是一模一樣的話 我都去上海投資 我需要在你那裡投資 就是香港還有這個 還有叫僅餘的法制 雖然 我們現在如果再這樣下去 香港是如何自處的 所以我們繼續 要在這裡捍衛言論自由 捍衛新聞自由 不只撐DBC這麼簡單 是撐香港僅餘的言論空間 也都要繼續 希望各位朋友 是聽到或者看到 這個Hong Kong Citizen Now TV 和民間電台的直播廣播的時候 今晚和明早 都一定要來到這個公民廣場 支持著絕食的四位人士 包括劉南光 牛 Fanning 和周偉雄議員 也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這個 撐大班何國輝的訴訟基金 把這個線款可以捐去 恆生銀行的戶口就是 280-441-94001 再說一次是 280-441-94001 就可以把這個入數字寄回 去德庫道中71號 永安集團大廈23樓 周啟邦律師事務所 在公民廣場這裏 也都有捐款箱 在我們台的右手邊的帳篷裏 希望大家隨緣樂座 雖然現在都是400多萬 但是距離這個 和這個王楚彪 玩鋪勁的距離 還有600萬 打官司真的 還需要更加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這是真的 今天多謝Dixon和Yuji上來 待會再過五分鐘後 我們有龍尾去留 我們請到Derek 就是關注龍尾的其中一位 保育人士上來 今天最新的 陸公衛副局長提出的 丁局特事 今天真是關鍵時刻 計劃 真是關鍵時刻 多謝兩位 待會見 我們請到De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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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到Derek